字幕提供 影开盆芥末事件 在粉丝间是一个好笑又心疼的悲伤故事 影开盆全员一起在疫情期间直播 当时所有人都感染新冠 而在吃传统糕点松饼时 Steph安排了服不服游戏 会在松饼中放入芥末 让成员们随机抽选 看谁的运气不好 然而因为全员染疫后遗症很严重 几乎都吃不出气味 所以没有人知道是谁吃到了包有芥末的松饼 大家都失去味觉 所以根本尝不出来 最后就没有任何成员被惩罚 要说是因获得服似乎也有点太悲惨 粉丝们都表示虽然真的很搞笑很荒唐 但想到全员染疫不能活动的期间 真的觉得很心疼 但也真的很想知道 到底当时是谁吃到包着芥末的松饼 自今已成为饭圈不可思议事件之一 我们下期再见